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对老有人骂有什么感觉 挺舒服的 为什么 因为你在中国说正常话被认为是疯了 不正常 所以说他有篇文章的标题就叫 雾霾是生活幸福的标志 你还别说这个雾霾啊 闻到很多这个边际效应 你想象不到 这个甚至有人跟犯罪率联系起来 这个雾霾最高的时候犯罪率上升 比较多的是偷井盖的增加了 因为所有的监控头都看不见了 你知道今天我看的一新闻 我觉得问题主要出在媒体的写法 现在是媒体 他就爱网上照 所以你都不知道是真是假 12月10号就前两天在江苏淮安啊 雾霾已经连续多日 有个打工女孩叫小慧 微信上认识了一个网友 俩人就约跑 不是约跑 约见 人家小慧 人家男女一约就是约跑 约的意思就是 你 人小慧没想约那个 人就是约见 结果你看啊 男子开着摩托车将小慧带到郊外 以雾霾太大看不清路为由停车 说雾霾太大看不清路为由停车 好 一停车在路边对小慧言语骚扰动手动脚 然后小慧就下车 边呼救边逃跑 雾霾中小慧喊了几声就呛得嗓子疼 喊不出来了 然后呢 而且根本看不清方向 被男网友扑倒在路边强奸 事后该男子逃离现场 不久该男子被警察抓住 他悔恨万分 说当时雾霾中就他们两个人 他自己沉醉在浪漫气氛中了 你明白这种心理吗 就他周围如果全是雾霾啊 就显得世界上只有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 他容易生出这种无拘无束来 你知道雾霾其实也对我们中国做文化做艺术的人 是一次千古难逢的伟大契机啊 怎么说啊 这个当年英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出的时候 诞生了很多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 都是全靠伦敦有雾霾 你比如说像特拿的画 特拿的画 特拿的画要不是伦敦雾城那样子 他画不出来 狄根斯特别喜欢写伦敦的雾霾 到了后来什么开唐首捷克的传说这种干坏事的 不是伦敦那么大物那么神秘那么阴暗 干不是这种坏事 而不干那个坏事后来不会有福尔摩斯 你想想看 如果大家应该组织全国文联作协啊 歌颂雾霾 就是你撑对雾霾来来来 来给点颂歌 你要按照这个咱们的一个朋友 有个画家叫徐类啊 按照他的这个歪竭哈 本来英国不该连特拿都没有的 他就说这个呃 好像世界上美食发达的地方往往出画家 说你看英国这个吃的很朴素 所以英国没有基本上没有太多画家 就是因为雾霾才催出个特拿 你看你看我们现在北京 我昨天晚上看出去在酒店 看着对面楼都见不着 你这时候真的觉得北京居然变成庐山了 很优美啊 嗯 可以看 所以挺辛苦的 这个再开人大就叫炉香会议了 对对对 文道兄这个学问太大了 对 其实你看这个我们过去那个仙境啊 都是这种 哎 好像是雾霾事的 打到天宫 那个天宫也是这样 是是是 重庆啊 雾多美女就多啊 就是说雾多美女 为什么雾多美女 他皮肤好 皮肤好吗 不晒吗 雾霾能美容是吗 他也 起码不晒啊 我说的是雾 雾润 对对对 对 现在都有了那个最佳那个短篇小说了 最超短篇小说 你知道吗 这两天他们在朋友圈里说 就说外地人见到这个北京人 说你们北京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们凭什么老是那么牛啊 北京人微笑没说话 深深吸了口气 结果这外地人说 这是什么 中年43岁 也有28岁的 这个其实这个雾霾的形成啊 很很很很很复杂啊 我就说呢 这这这不是个什么了不得的事啊 媒体包括咱们正在吵这个事 把他吵吵得严重啊 哎 你这么说那我就问问你了 我今天最新看到的两个报道啊 一个是北京气象局 他说的啊 就是这次他就说主要是燃煤 呃污染 然后呢 在这个污染的积累过程中 是这个机动车的尾气起了作用 然后呢 他甚至还说就说 今年什么天气好的 已经比去年呢 增加了是十几天 二十几天 就已经在变好 嗯 你注意呃 有关部门是这样说话的 我们这个东西是总体改善了 总体改善就是不如的意思 还不如原来好的意思 他总体改善就是没有原来好的意思 你讲是机动车排放 你讲是燃煤 他只是说 只是说在原来基础上 这两个因素呢 可能对他的加速污染起了作用 当然他的污染的基础 还是工业生产 嗯 就是北京在河北省里边 北京天津都在河北省里边 河北省的人民也要生存 也要过好日子 怎么办呢 那这技术又不行 我只能做一些个 比如说 哎 基础 哎 这种 哎 就是这种 比如说造脂啊 这个化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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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钢铁 大连钢铁 河北省有产一亿多重钢啊 呃 这个水泥厂啊 这些东西是最基本的原因 而燃煤跟这个机动车 应该不是基础的原因 不是最重要的 对 而且你就这样说 如果不开车会怎么样 不开车当然就没有这么重的雾霾 但是不开车会死的人更多 比如说一个产妇大叔鞋 没有汽车怎么办 怎么到医院去 对不对 开汽车给人们带了多少便利 是不是 燃煤 不燃煤 不燃煤 这就冻死了 不过这里头 我觉得常常 有时候我们这么一讲啊 说我们看到这个雾霾很严重 说是混合了燃煤 工业废弃跟汽车尾气 其实需要仔细区分的 这个概念 它其实是混合了几种东西 形成可见的雾霾 但是里面污染的来源 跟它污染所达成的效果 是不一样 你比如说汽车尾气 这个东西 最早世界上 现代世界发现 汽车尾气带来很严重问题 是在南加州吗 洛杉矶 五六十年代之后 对不对 五六十年代 那么当时很多人 没搞清楚这是什么 结果居民闹 关了一个工厂 又关了一个工厂 到最后终于 这是加州理工学院 一个教授发现 其实是汽车尾气 它做了一个模型出来 于是开始 花了很长时间 洛杉矶才治理好这个问题 但是那个东西呢 汽车尾气排放出来的 主要是臭氧 臭氧不是那么可见的东西 不是那么可见的东西 而今天中国 尤其在北京 我们说的这个雾霾中 主要成分 应该是工业污染 它可能接近 以前伦敦那一套 但是我刚才听王老师讲是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硫化物 当年伦敦的那个雾霾里面 有大量的硫化物 就不是我们都晓得 伦敦那年雾灾 五几年之后 就很多心脏病都会发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 如果不是硫化物多的话 那成分到底是什么 我就不太清楚 真的现在需要搞清楚这事 因为你看啊 很多恍恍惚惚 你比如说 我有一个恍恍惚惚的理解 我觉得好像北京一供暖 这个雾霾就出来 所以要是按我这个恍惚的理解 那就是就是你说的 现在很多事就是选择 你是毒死呢 还是冻死呢 那你要烧吗 那然后呢 这个刚才王老师又说 四环以内 实际现在北京都是天然气 没有 基本上没有煤 都是天然气 是 都是周边的 对对对 再有一个就是说 现在就单双号了 我的这个车 今天我就得打车 所以你要选择 你是要开车 你还是要 甚至你看宋丹丹 在微博里 我觉得宋丹老师还说呢 说我这辈子从来没考虑过 离开北京的问题 他说 但是今年 我现在就在想 我得到哪安度晚年去 就是 我最恨的就是这个风 这几天就是 主要的原因 都不是你们说的那东西 就是风太小 风太小造成的 是不是 你只要有足够的风 我说的是西北风 你说的这些事情都不是问题 因此 这跟北京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关系 它风 是取决于 这个 它的大小 但这个东西就牵涉到地理环境 比如说伦敦大物 自古以来都大物 它是伦敦那个物 是工业污染 加上原有湿气就重 但它那个地理环境 它就是湿气重 就下雨就多 但北京原来不是湿气那么重的地方 那么所以现在有风当然好 但那个风我们操控不了 当然我听说有人建议 现在做一个通风走廊 是不是 建个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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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神 拜神 因为政府做了很多事 什么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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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排放 比如说单双号现行 是不是 发布什么什么预警 中小学生 比如说不上课 这都没用 不如花这么几十万 就在西北方向建个庙就完了 风神 也能顺应民意 那些东西 齐八千亿也是买个民意 其实是没有用的 打水漂的 不 为什么要跟他盖什么庙 祈祷来风的庙 接东风 接西北风的庙 不是 你觉得政府没责任吗 政府有什么责任呢 您是哪派来的 这样说 北京的雾霾 就是因为北京人折腾的欢 太矫情了 北京人太矫情了 你看在河北省 您老家听说也是河北 哎呦 我们是老雾霾了 老雾霾 你看污染最重的十个城市 没有北京都是什么石家庄啊 恒水啊 苍州啊 廊坊啊 都是这些地方 那些地方看见没有 很少有抱怨 为什么 人穷啊 人穷对环境的评价就低 人富裕之后 有钱之后啊 他才对环境的要求高 所以说北京人抱怨多 河北省人抱怨好 河北省的人为什么抱怨低呢 因为他正在经济增长过程 他也比较穷 他就是要么饿得两眼发昏 空气很好 要么就是说呢 有点雾霾 但是吃饱了撑的 你要选哪种 我觉得可能我们河北人是稀 从小就稀傻了 可能是 咱们可以轻松一下啊 看看这个不但有的人 跟着王老师是一个态度啊 不但不抱怨 反而还歌颂 我们看一下 我家种着万年轻 现在已经个儿皮 垃圾堆的突然播种 能活才是奇迹 不管远近都是污染 请不用躲避 相约好了买一起 起场牙科戏 北京欢迎你 为你混添黑冰 那门的飞笔 都充满着早情 北京欢迎你 和你分享 在尘埃中 在尘埃中 穿造 提醒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如说先进的地方 可能对雾霾的抱怨比较重一些 像河北这种相对 还处在发展阶段比较穷 相对于北京 那他也没办法抱怨 他靠这个活 可是还有另一种情况 就恰恰是因为那的人可能穷 他声音有时候会出不来 你比如说以前 英国治理雾霾那个历程 或者说很多国家 在治理工业污染的时候 都有一个奇怪的一个现象 就是一开始呢 是大城市的核心地区污染很严重 搞清楚了是工业污染之后 接下来做的是什么呢 工业外移 工业外移通常移到哪呢 就移到一些相对落后贫穷的地方 那那些地方的人 当然你说你也需要工业发展嘛 你来吧 可是另一方面呢 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他也深受其害了就 那么到那时候 他们有声音呢 他出不来 比如说英国对雾霾的这个埋怨啊 其实19世纪末开始有 当时是东伦敦 其实东伦敦到现在 它是相对落后的地方嘛 那些地方的人很不满意 那些老百姓吵 但是那个时候 他你知道英国那个民主制度 到那个时候还不是全民民主 所以他那时候的人民百姓 选进国会的一席太少了 很多话说不出来 那么这又要说到 我觉得今天中国跟别的国家 过去治理雾霾的过程 有个很特别的差异 就一方面 因为吸取了过去几个国家的经验 我们政府其实动作算快 就以前你你英国美国 最早遇到这问题的时候 一开始都觉得这不是回事 或者要花一段时间 哦雾霾是个污染 污染对人体可能不好 然后再下来呢 才开始想该怎么做 但中国反应算快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们比起其他国家 又有一个很关键的核心差异 就在英国也好 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他们在治理工业污染的过程里面 老百姓的地位很重要 就总是老百姓受不了了 忍不住了 起来抗议 然后起来监督政府 他们通过议会提出法案 通过媒体提出质疑跟监督 那么甚至民间做很多自己的监测 比如说他们也跟我们一样 不相信官方气象局提供数据 自己来做一些大学独立做报告 但我们这方面 我们国家是没有这一块的 因为我们国家 比如说现在这个 每天的雾霾 污染空气污染报告 现在全国只有唯一一个 是合法的途径 就是气象局公布 民间自己不准做的 那也就是说 我们是政府能力 反应很快很强 我们来做 你们老百姓看着啊 一边看着别吭声 那这是我们跟他们 很不一样的地方 而且就说 我那天看见人家文章说了 伦敦的雾霾 可不是风吹走的 他是采取什么 清洁空气啊 这些法案呢 那你说 王老师 为了让对你的骂声 更猛烈一些 我准备念一下 你的文章行吗 王老师说过啊 说这个 这不是中国独有的过程 而是世界现象 美国人就说过 忍受肮脏 是美国富裕的先决条件 承灾思严 我听人家太多人 批判这种观点了 就是说 不能说啊 发达国家经历过的事 我们难道还不会学点乖吗 我们还要照样经历一遍吗 这个刚才文道说的那事情是这样 河北人民跟北京人民对雾霾的态度不一样 北京人是真的恨死雾霾了 但是河北人没那么恨 他就希望雾霾可能更多一点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正在经济增长中 经济增长该是必然伴随着污染 包括雾霾这个加重的 你要想让河北省生产没有雾霾的话 他得买好多的这个储物的设备 他的成本会很贵 他生产东西就买不起了 他就我们就付这个东西付的间隔更高 因此实际上它是不可能的 你说伦敦不是风吹走的 我相信人家是技术创新的结果 人家是技术创新 是吧 然后把这个产业给 把产业给升级了 但是中国虽然也喊了几年这个产业升级 可是产业升级的技术是什么 你得能够进行技术创新 中国人技术创新的 这个能力我说没有 为什么 最近五六百年 我们一个东西没发明 过去五千多年 说是五千年文明史 其实只有三千多年 就说五千年吧 五千年才发明了四个东西 你这种进步 你这种进步东西 你让他通过技术创新学英国 那个你确实学不了 英国不是吹走的 中国就得靠吹 要他有一个办法 就是不是只有一个渠道 能预报这个吗 把预报的那个指数降低下就完了 靠边 靠边靠吹 就这俩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还有一种 就是换一个观念 我那天听到一个 真的很牛的一个 转换观念的思考方式 我都没想过 是我在一个饭店里头 一个人认得我过来 我吃早餐的时候过来聊天 他就问我 我问我怎么看雾霾这个问题 然后聊着聊着 他就说 他就听过一个高人 他说是个高人 是一个退休的一个老干部 跟他讲说 哎 现在一天到晚骂雾霾 根本没搞清楚事实的根源 我问他 那事实的根源是什么 他说这个高人告诉我 我们要搞清楚 当初雾霾这个现象 是怎么被发现的 前两年 其实北京也有雾霾 但大家不交的是一回事 主要是美国大使馆 搞数字公布 大家觉得是一回事 所以这个事 源头在美国大使馆 那美国大使馆为什么搞这个呢 那就是西方反华势力 之心不死 就是想搞我们 然后灌输给我们一种观念 使我们觉得雾霾很严重 那就是纯粹要毒害我们 所以我们只要搞正观念 发现雾霾不是回事 如果是回事 你是中了美帝阴谋 这就行了 那你要 这个很厉害 你要照这么说 钟南山院士 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 这个要调查 我跟你讲 您说的那是对有 带有根本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所以我们在意识上认为 它不是事 只要找到敌人 就是说 只要说是美国搞的阴谋 那我们就 不是 不是王老师 就开玩笑是开玩笑 我就说这事要到人命关天了 那就不是小问题 没有人命关天 我今天看见钟南山 接受央视的采访 北京十年肺癌增加60% 当然我不是专业的 但是钟南山的意思就是 雾霾跟肺癌 几乎就是有确定性的关系 呼吸系统的问题 那你说每天急一觉 天就亮 那你说有没有关系 它只有相关性 它没有 并不见得有必然的关系 就是我们说的因果性 相关性跟因果性 不是一回事 就像关公战秦琼 它是相关性 它没有因果 它两不会战 您这经济学家 您能挑战医学家的这个见解吗 不不不 钟南山只是 众多医学家当中的一个 而且现在科学家 对于雾霾的成分 还没有搞清 那么雾霾的治病的激励 没有搞清 包括癌症的生病的激励 我们也没有搞清 所以说这样的 即使是中院是这样讲 我觉得也才操起了 那您觉得对健康无害吗 这雾霾 这个我很 任何 喝酒对健康有没有害 抽烟有没有害 我吃冰激凌有没有害 我坐飞机有没有害 都有害 吃药都有害 我吃饭 喝牛奶有没有害 也有害 任何东西都有害 这个东西就是说 有好的一面 有不好的一面 而雾霾是现了我们快乐的结果 比如说我们开热车了 冬天我们可以烧煤取暖 对不对 河北省的那大量钢铁 人家也初步 有俩钱了 是不是 不是 照您的意思 这全世界气候大会 联合都没必要开了 气候大会可以开 都是快乐的代价 问题不能要求过分 对不对 就是说你们发达起来了 现在我们也要发展 北京人发展过了 过去北京也很脏 你79年那时候 北京的人人戴这个面纱 这姑娘 所以我们才修了 这个三北防护林 那时候比现在其实还脏 水到处都很脏 现在北京发展起来了 你不能不让我们 发展起来 我们要发展起来的 除了投入其他东西之外 比如说劳动力 原材料等等 还有投入一个东西 就是干净的环境 我们如果不把干净的环境弄脏 我们河北就发展不起来 因为全世界路都是先污染后治理 如果你说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 能说是光污染不治理 我们不这样看 您的选择是非黑即白 难道不存在这个中间的选择 少点污染的发展 对可以 比如说我们造纸厂就有污染 我们让它没有污染 可是纸就得成十倍的贵 你买得起吗 当我们说我们需要纸的时候 需要乌北加联制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告诉生产厂 告诉河北 北京人告诉河北人说 我们需要污染 来污染吧 那我再请教您 您不是经济学家最爱讲市场了 市场杠杆能起这个作用吗 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生产那种 能够少污染 也能生产纸的这种设备 它就值钱了 就是技术创新 对 它创造了新的产业 那是技术 我们创造不了 引进呢 引进的贵 你买不起来就 天哪 我想就说的是 其实中国现在呢 比如说习近平 他说2030年前 对 要解决掉这个 我们的这个雾霾问题 针对的就是这个工业源头 那么这里面包含的 就是一个工业升级 跟转移的问题 但这个其实已经是 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 2030年太早了 我觉得很大的挑战 因为你讲的是什么 我们刚刚讲 我觉得王老师 有一点我非常同意 就讲当年伦敦的治理成功 固然 它有很多政府的政策 固然是受了民间的压力 互动之下 比如推行 所有伦敦 你看现在伦敦的老房子 不是有烟囱吗 很漂亮 现在都没用了吗 我们知道 不在家里烧吗 都是天然气 他们也是集中供乱 但是用天然气 他把所有的工业移走 然后就算周边的工业城市 他的那个工业烟囱 拉得非常高 拉得那么高 就是为了让他 更容易在高空疏散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整个英国 不只是伦敦 全英国产业升级 英国再也没有这种工业 再也不是我们熟悉的 那个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 他整体产业升级 然后伦敦变成金融中心 然后整个英国靠的 比如说我们开到英超 你用英超能赚多少钱 你说温布顿那个网球赛 英国人很久没有赢过冠军了 直到前两年 但是他靠那个赚多少钱 然后英国的电视娱乐设计 他整个大转型 他才做成这个污染 那你问题现在来了 你想北京不污染 那叫河北周边这些地方 也不做这种工业 那你是希望河北人以后 比如说能够出一万个斗文韬 带动河北省文化娱乐产业升级 那就有希望 就是说 但问题是这个东西太困难 那还不讲这个 你2030年 就算这里的聊这个 到时候中国汽车 大概是四亿部 就是另一种污染 就是美国洛杉矶 遇过的那种臭氧污染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不怕到处有电动车了 替代人员了 那你就要看 我们现在这个电动车 替代人员 它发展的这个步伐有多快 所以这个事儿 真没那么简单 咱们先取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王老师 我再给你调点事儿 王老师 在这个2015年3月24号 发布这个致霾五个原则 这个王富正的原则 第一 消费者是雾霾的元凶 我看那很多人打了 而不是生产者 消费者应该为治理成本买单 二 治理的受益者 应该向受害者支付代价 比如北京 应该向周边的地方进行补偿 第三 政府收费和收税 标准不可过高 以免造成生产成本过快上升 四 不能着急 立即消灭雾霾 代价太大 五 不能感情用事 夸大雾霾的危害 对 柴静 柴静我很尊重了 但他做的雾霾基调 就反映了一些民粹的这种情绪 就是太着急了 太着急 事 事已击败 事已缓成 太急了就不行 北京人 你就得认倒霉 你发展太快了 发展成了 刚才文道兄说的 金融中心都快升 北京现在比伦敦还发达 可是周边太穷了 你都为都是穷人 都是穷亲戚 你怎么办呢 你就得忍着 哎呦 你太快了 你但是你这个五霾啊 连香港 香港我觉得都能闻着北京雾霾的味 但是问题是你要消灭雾霾的代价更大 消灭雾霾那就要死更多的人 就是雾霾 雾霾可能会死人 伦敦死了一万多人 你如果消灭雾霾 那就好了 河北上的人 那就要 河北生产 不再生产了 这些东西都不再生产了 我也生不了 我也不生产了 不生产之后 收入下降 人变穷之后 人穷之后生的病 那是最多 哎呦 这王老师 您这个重视之敌了 所以你如果要工业升级 或者比如说我们要针对污染源头 做这个防污改善 那是非常昂贵的 那种技术 比如说现在所有的排污水 你可以不排污水 但是那是很昂贵的效果 但这个设计是看我们整个国家 都会那么多 但是这一条 不愿意 如果是让你 那是最供应的 er就会重视